歡迎收看 價錢有得知 台股已經連跌兩天了 每天再跌就是三天的轉折 將是短線最好的買點 我怎麼分析盤式的 來看一下 我如何抓大盤的轉折 8月5日當天重挫了1807點 當天我怎麼分析盤式的 同學你看清楚 什麼是下殺取量換手斷融資 我們告訴你 三天內必大漲 布局兩天等反轉 肯定的答案的分析 親愛同學 當天是長黑重挫 幾乎沒當股票 不是重挫就跌頂版 誰可以下出這樣一個結論 再嚇我 盤有沒有反轉 盤有沒有三天內大漲 你所看的是 布局兩天反轉 上去2000多點 反轉2000多點 上禮拜有沒有告訴你 盤會開始在22000到2250 之間區間震盪 對不對 這叫短線支撐 要短線的反壓 禮拜二 這禮拜二 22545 是不是來到22500 附近 所以會壓回當然很正常 所以在禮拜二 來到那個關鍵的短壓 我有沒有適度的做解碼 禮拜二 台股 22545 我賣出自勝 禮拜二的一個自勝 我賣210 兩大階段 加起來剛好一倍 我沒有賣在235 我賣210 會員都可以跟我對時對價 今天自勝 剩幾塊錢 剩202 是不是 禮拜二我又賣出哪一檔股票 原鋼 50.7 兩大階段 超過一倍 我沒有用45%算 我是用這個 接位的位置算 這邊加碼 上去 這邊45% 這邊大概十幾% 加起來大概一倍 也大概一倍 所以禮拜二一樣 原鋼站在賣方 賣完之後 壓回修正47.6 這兩天原鋼一樣 是不是往下做修正 所以對於行情的一個脈絡 我有沒有交代很清楚 我常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分析大盤 要給你正確的投資方向 跟策略 所以這個行情 禮拜二 要適度的減碼 適度減碼完之後 昨天是不是開始壓回 壓回要不要低接 昨天壓回了191點 我都頂多整理三天 昨天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兩天大概跌掉280點 漲了2883點 回檔個300點很正常 整個一個大盤的量價結構 縮到不到3000億 這種量跌不深 把握低接 如果明天再跌 短線絕佳買點即將浮現 這我提供給你的看法 所以大盤 我看得懂還看不懂 就是因為我看得懂 所以台積電 這檔2600億股本 我有沒有告訴你 精采的轉折的買點跟賣點 8月2號的台積電 把903先買一筆 如果下來我會再買一筆 我當時對行情的規劃 就是台積電會再下來 盤也是一樣 會再下來 當然台股已經跌1000點了 我先買903 真的有下來 813跌停板 第二筆單 你有第一筆單差了90塊錢 或許當天 你會認為903買太早 我當然知道 我也知道 但是我勇於面對我的操作 是會演在看我節目 難道我會裝作看不見說 903這一筆單 不算數 我們只買跌停板這一筆單 813嗎 一位分析師如果做不到誠信 你就不用再相信他 當你參加的分析師 電視上所講的 跟實際上操作是不一樣的 你應該把它刪證出去吧 所以清老師敢跟會演對價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永遠不會改變 好不好 所以903先買一筆 下來當然再買一筆813 漲上來 我跟你預告 最大利益缺口 來到這個位置 我至少會賣一筆 我就規劃這邊一定會來 這個位置 有沒有來 規劃完之後真的來了 來了 就賣 963全部的賣出 階段性任務完成 這一筆單150 對 兩個禮拜賺了150塊錢 台積電 那麼大隻的股票 我覺得夠了 所以我兩筆單 我已經交代過了 我全部的賣出 963 當天賣完 你或許認為我賣錯了 因為收盤是969 我不怕你們去比較 我也不怕你們一再的印證 短線沒有賣到追高點 接下來台積電 接下來台積電 昨天跌到956 今天台積電 跌到948 賣963 對還是錯 疊聽把那筆單賺150塊錢 對還是錯 所以行情 我看得懂還看不懂 你光是看我解大盤 解台積電 你已經值回票價了 這其大分譯是 應該辦不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行情在明天 如果不小心再回檔 要不要買 要不要低接 亞利重電類股的 5月底殺到105 低檔止跌 進場 105 上去回檔長黑我在加碼 還記得吧 老同學 來到這個位置 我說還會再漲 漲上去161賣58%落袋 161賣掉的亞利 我說他會補跌 我說他會補跌 補跌我才會接回 賣完之後 有沒有沿路修正補跌來到111 離我的賣點 差了50塊錢 大膽接回 有沒有 大膽接回 當天破底 你敢買股票嗎 8月6號 111 波段低點 大膽接回 結果從台積電 第二筆單買在813 那個跌停板位置 你敢買嗎 我正面一戰 只求對決 我的看法跟分析 是不是 所以亞利一樣 波段低點111 大膽接回 上去之後回檔又跌 116低接 有沒有往上走高 所以這一波段22%了 之前58% 80%了還是沒賣 8月13號 134的亞利沒賣 21號 141 27% 累計85% 昨天 昨天 你沒有看錯吧 沒賣 我不是告訴你沒賣嗎 134 昨天141 27%了 今天亞利更高 148.5 33% 兩大階段超過九成 親愛的朋友 為什麼昨天亞利我還在買 我還在加碼 如果看不清楚亞利今天會再漲 還有更高的位置 我昨天怎麼可能再買亞利 怎麼可能再加碼亞利 你說是不是 所以昨天禮拜三 我不是告訴你 亞利我還在買還在加碼 133 沒有錯吧 這個位置 盤中不是拉高嗎 141 今天更高 148.5 33% 58% 91% 今天上以前要賣嗎 要賣嗎 你應該知道親老師的風格 我是會待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該停利不手軟 該停損我也不會客氣 做股票沒百名 你不要以為 親老師沒有在停損股票 做對 波段式的一個操作 你已經看過很多黨股票 我們賺取五成 甚至一倍利潤 扣話式的 不管是 所謂的一個萬論 萬論超過一倍 1.2倍 紅碩 對 將近快三倍 倍數的股票 我們逢高在上禮拜 告訴你要賣 有還是沒有 你看看這檔雲爆人員 太陽光電 除人工程 雙引擎 低檔型態剛突破 我禮拜才進場 我也不怕 讓你知道我買在二三七 為什麼這邊不買 為什麼這邊不買 當我看到雲爆人員 我當天進去也會讓 會員轉漲停 我就會進去 形態看到了 對 當然是買在 224以上的 更高的位置 怎麼可能買最低 最低都還沒突破怎麼買 一定是突破站上去 所以買237 我會跟你呼籠我買當天最低點的224嗎 會員在看我節目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是不是 所以237就是237 當時候236.5 保證一定成交 買完之後 禮拜二雲爆人員工掌你244.5 昨天禮拜三 我們告訴你 我先賣一趟255 兩天時間 18塊錢 買個十張18萬落袋 快不快 波段我會操作 價差我更會操作 所以昨天雲爆人員25先賣一趟 有沒有賣對 手板246 這邊我賣 為什麼要賣 我告訴你原因了嗎 昨天衝高的過程 來到這一根長黑的短壓 他沒辦法過 沒辦法過我就先賣 是不是 昨天早盤 要不要先賣股票 要不要減碼 如果盤還會再跌 股票還會再跌 要不要先減碼 這是很簡單邏輯 但是偏偏你不知道 什麼股票會跌 什麼股票會漲 所以你每天茫茫然 不知所措 該買該賣 永遠是一個問號 對你來講 就是伴隨著高風險 股票市場上 是有實力的人 有專業的人 才有辦法賺取這種超額的利潤 沒有實力的人每天在猜 選股猜 買點猜 賣點猜 你是要怎麼贏 你是要怎麼賺錢 不可能 所以昨天公開我的賣點 就兩天 18塊錢 10張18萬 很快 花你237萬賺18萬 何樂而不為 所以對雲豹能源的一個未來走勢 我說下來我會接回 我說他會回來再往上走高 回測洗盤再走高 才有機會挑戰這一前波的高點 這個反壓的高點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所以整個雲豹能源 今天有沒有下來 今天早門開高 後來下來來到237 今天早盤雲豹能源還有255讓你賣 怎麼那麼巧 我賣在255 25變成短壓 今天雲豹能源最高就是255 你會不會賣 還是你當下早盤看到雲豹能源上去 清朗老師你賣錯了 賣錯 操作我會承認 我也不會假裝看不見 操作如果有過世的地方 通常我都會跟會員稍微抱歉一下 但是我會修正我的一個操盤的手法 我會修正我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操作的概念 一定是哪邊看錯 看錯就是要修正 修正完之後下次不要再錯 所以今天早盤雲豹能源 或許你會認為又要衝了 昨天賣255是錯的 但是尾盤殺到237 有錯嗎 有錯嗎 你今天還有25讓你賣 怎麼會 對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他會先下再上 今天有沒有下 想跟我低接嗎 如果想跟我低接的 等一下廣告中的資訊專線 我替你打電話 跟我們現場處理 做個聯繫更恰當 我就做第一階的動作 帶你進場 謝謝大家 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昨天有一位新會員 你看一下他持股檔數 驚人 大概10張左右 有沒有超過100檔 有沒有超過100檔 這是很多同樣的毛病 這位昨天才加入了性會員 之前參加其他投顧老師 可能參加普惠特位的 但績效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昨天懇切的 想要成為我的清代會員 有跟我交談了一段時間 我問他為什麼買那麼多檔 東看看西看看 一支半截 人家講什麼就買什麼 買完之後不會出 所以越買越多 100檔 超過1000萬以上的資金 我跟他講 如果清代會員 你的持股 我全程幫你操刀 持股的轉換 我本人通知 所以我今天已經開始打電話 是我本人 我不是假手我們的辦公室 或是操盤室的一個特助 跟他聯絡 是我本人 親自為他做持股轉換動作 我今天幫他換了一些股票 早盤 包括這一檔 COAS的一個星雲 465以上 我告訴大家要先賣 因為星雲我上禮拜 我已經調節過了 我就跟他講 我已經賣掉了 你為什麼有 而且他還滿高的 他買470以上 我如果當時候在分析星雲 是這個位置要你 跌停板買 這邊加碼 為什麼這邊不買 上來這邊才買 他說他沒有時間 每天看我的節目 沒有每天時間看我的節目 至少訊息帶著 幫你保平安 也有波段獲利空間 不是嗎 所以今天我已經幫他陸續做 持股調整整個動作 太重要了 不會賣股票 股票是越來越多 會買會賣才是真正的 超盤高手 所以今天早盤 幫他調節了一些持股 包括我們的一個手中持股 中方店我今天早盤 趁大盤今天早盤漲 今天漲78點 我中方店一樣做八檔動作 賣 他的走勢表現不如我的預期 我在上禮拜 我已經做了進場的一個中光店 大量低檔突破 我買81 買完之後 當天大漲8.4% 今天早盤利用台股拉高 賣84.5 時間交易你去對 當時在84.6一定賣得掉 一定賣得掉 看了懂就會逢高賣 賺不到10% 81買的84.5賣 有沒有賣對看收盤 今天中光店 收盤是81.8 賣對了對不對 賣對如果有低點 我當然會視機而動 我會依據目前 會員的持股狀態 來對中光店的後事 該不該做承接接委的動作 這一檔創意也是之前 有會員 一樣是清代會員 參加清代會員的 他買在高檔 股價一直不動 我說這個股價不動 橫盤整理必跌 所以我當作建議 1600以上要賣 跌破所謂的一個支撐線 最慢150要賣 至少避開了800塊以前的風險 來到86的那一天 你們也知道 沙聲隆隆 台股崩跌 跌1800點 當時我當年給你建議 還記得嗎 我都在買跌停版的股票 我都在買 隔天還有一天讓你佈局兩天 有沒有都同我的預測 反轉 佈局兩天等反轉 所以這一波行情 反轉2800多點 所以創意該賣是1550以上 不是這邊862 股價對著你賣862 不要一錯再錯 買這邊賣這邊 再多的錢都不夠你去輸 所以整個創意基本面OK 有衰退嗎 兩個股本 營收新高 下來都是早買一點 對不殺低 8月9號1015 這樣股票漲到1125 我說它需要時間 它不會一觸即發 它不會大漲特漲 今天來到180 跟著一下 這上禮拜五180 今天1215 光是862到1215 它已經上漲353塊錢了 這種金金漲的一個格局的股票 拉回都是早買點 如果你對創意這張股票 你有興趣的 我會告訴你 什麼價位 你是可以逢低承接的 四季剛 一樣對折 373到173 跌200塊錢你看壞嗎 低劑賺贏前三季的 風電政策的股票 抄底 抄底 我說他反彈個100塊錢 都不過分 是不是 197.5 對 講完之後 隔天有沒有人買215的 開高走低好擔心 打電話進來問 我電視上直接告訴這位 電視觀眾 我說你買215的也會賺 對 很多人看節目 隔天去做動作我知道 對 你買215的 我說我會賺 但是215不是我代會買的 197那一天才是買 接下來你就看到 隔天有沒有低點 204低接 沒錯吧 204還在買 這是我進場的動作 禮拜二21有沒有衝高 反正大漲7 8% 買215的有沒有讓你解套 解套你就想賣了 正常吧 沒有錯吧 整個四季缸今天填息2塊9 大漲5塊5 強勢完全填息 水 今天台股跌90點了 一檔強勢基金股股 它可以馬上填息 早盤 一開盤就填息 有夠強的一支股票 有夠厲害的一支股票 股價還沒大漲特漲 我們邀請你買在相對低檔 目前合理 沒有衝 我知道沒有衝 但是總比你那些 弱勢的股票套在那邊 跌很深的股票 要強很多了吧 我不是高檔 帶你們去買世紀缸 我是低檔200以下 告訴你可以買 不是嗎 再看一遍 抄跌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373可以買世紀缸 還是320 還是300 270 有嗎 250 有嗎 沒有 這邊完全沒有介紹 沒有帶會員進場 8月13號 197.5那天 告訴你抄跌 我說有抄的利潤 要不要買 你買215的 我提醒你會賺錢 不要被洗掉 你一洗掉 隔天賣204 我低接204 那真的不划算 好心的提醒你 你短線追215的 我說會賺 你聽完我這樣節目解盤 你隔天要賣204嗎 我低接 21 是不是讓你賺錢了 什麼是預測未來 看見未來 今天17剛強勢填習 當然還會再漲 包括這檔華星光 今天強不強 大盤跌 不跌 光通訊的 細光子的 基本面 優不優 抵擋型態剛突破 8月12號 我94有買 買完之後有亮燈 叫做100 8月9號再買 105再買 對 時間交易都跟你對過了 再攻漲停 我已經跟你交代過了 不管是禮拜的105 還是上禮拜的94 這兩通訊 只要有哪一位會員 沒有收到的 監老師下台一舉攻 只要你是我龍家軍會員的 不管是94的買點 還是105的 再買的一個加碼點 你兩通訊 沒有收到的 監老師下台 什麼是誠心實在 什麼是跟會員對時對價 什麼是一位分析師 敢勇於他的操作 面對他的會員 以及支持他電視觀眾 監老師盡心盡力 將我所學 發揮在待會員的操作過程 所以不管是104 跟人家94 或是105 有沒有賺兩根 有沒有賺兩根 對不對 到昨天 禮拜三 破綻高 30%基本單 今天的一個華星光 我認為還會再漲 今天亮說 強勢整理 漲完三層還有幾層 不要去猜 希望謙老師這邊提供給你的 盤中任何訊息 你可以全程來帶到 大盤回檔兩天 大概跌了280天 我昨天已經跟你預告了 最壞就是擊殺三天 整理三天 明天如果再跌 將是你短波段 最後的進場買點 海部角如何操作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月子 跟齊老師一起來 對時對價 掌握最好的買點跟賣點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迫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在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